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教授在台大也开授犹太文明的课程 曾教授也在台大开授基督教历史文明的课程 我为什么今天邀请两位 一位是研究犹太教专家 一位研究基督教历史专家呢 当然一有所指 请回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主题 我们谈国家认同的建构 必然落实于文艺复兴的文素养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 事实上是不断地推动台湾文艺复兴 500年前的文艺复兴 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把这个平台 当做一种通才教育 公民人文主义的教育 为什么呢 我们希望培养我们的公民 批判道德推理人力 创意表达理解多样性 以及一生中不断适应的人力 重点在此 那因为曾教授跟曾教授两位 都是台湾党老教会系统出身的 这就是开创者约翰·加尔文 请隆许有引用他的话 他说在一边非常有名的讲道里面说 摇摆改变宰神宰乌 忧疑不已 活在焦虑 没有希望都不是信心 信心是不动摇确定 完全决心 他使人有一个可以安身立位的地方 这是他有一次在这个教堂讲道 谈信心 我们这个节目也是鼓舞台湾信心 但是我们今天不谈台湾文化 我们投射到犹太教 基督教 他有非常特殊的教育方式 诗变方式 一种类似这个智慧 不断精进 我们曾经介绍这本 可以说目前 可以说是一部介绍犹太教 犹太文明的经典 犹太人 作者 叫做西蒙·夏马 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他还在英国BBC 从事犹太文化的介绍 非常好 我们有所得 希望以犹太文化 犹太人的教养方式 来做一个界面 做一个他山之石可以工作 同时呢 另外一本书 也是透过综艺本 这是可以说是 美国一位非常有名的 第一把教育的 研究犹太人 犹太教育的专家 叫做Jason 他也是一位 Rabbi 就是老师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看圣经里面 耶稣学人都称老师 叫拉比 Rabbi 就是老师的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 希望透过两位 一位是犹太教专家 一位基督教专家 他们的教育方式 培养了西洋的文艺复兴 近代文明 所以我们是不是先请 这个曾教授来破题 也请曾教授分享 我希望透过这里来反思我们的教育文化方式来做一个比较 来 曾教授请 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我想我就从这个主题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说 在犹太传统里面 他们认为说支撑这个世界的三大支柱里面 有陀拉 福斯阿多奈 或者说学习陀拉 或者是扇行 因此这三个呢 是涵盖他们 或者说支撑他们整个犹太文化里面 非常重要的地方 因为今天我们讨论的有关是经典的部分 或者说他们的教育 还有他们的犹太文化之间的关系 我想从这个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时代的不同里面 从第一世纪一直到第六世纪里面 我们就看见了 他们的塔纳赫 我们说的旧约圣经 还有再来我们后来我们所看到的塔穆德的发展 用这个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呢 它是从这样的一个历史里面来发展 那塔穆德里面很大的特色就是说 它横跨了不同的时代 从第三世纪一直到第六世纪里面 把数百个 这个拉比里面所讨论的这些诠释经典 把它做一个整合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塔穆德呢 它汇整了不同的时空里面的辩论 所以不同的时代的拉比 讨论了共同的主题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用辩证的对话方式 然后很多面向的解释他们的经典 那因此呢 在这个经典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们就融合了不同的一些风格 像我们这张图里面我们看到了 首先有经典作为基础 然后米斯拉诠释 然后再来格玛拉诠释 也就是说创造出他的塔穆德的风格出来 也就是从多角度来解释经文 那这样的一个影响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等于说它是产生了一种多样性 把多样性不同的一些观点呢 都融入在他的塔穆德里面 因此呢 这样多样的智慧的一个结晶呢 就形成了我们所看到这个塔穆德的这种风格 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呢 整个塔穆德的影响之下 影响到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他们鼓励创新 用不同的观点来看问题 那因此呢 他们透过说故事的方式也好 或者是透过解释律法的经典也好 然后甚至呢 说拉比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辩论也好 那这样的一个传统呢 都汇集在这个塔穆德里面 那另外呢 我们还看到了有经典里面 米达斯里面也是 因为现在我们所说的就是 故事接融的方式 把可能一个还是隐晦的一些经文 把它解释清楚 那这样的一个影响之下呢 我们就看见了 到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 哈佛鲁塔里面呢 就是一对一的学习里面 就是根子于这种 我们所说的这个犹太的传统 从塔穆德里面而来 透过讨论辩论 还有从不同角度里面 结问然后打变的方式 训练他们的教育 那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 从塔穆德呢 一直到现在的犹太教育里面 我们都看到有这种特色 就是辩论 透过提问回答 激发各种不同观点的解释 让他们对经典也好 对某个问题也好 或者对某个教育主题也好 有更深刻的认识 我们不断探讨台湾的历史文化 我们建立本土认述 同时我们也希望 以其他文明 其他文化好的教育方式 来做学习 来做类比 这也是我今天突然跳脱台湾的问题 来 用犹太教育的千年传承 他们的确有他们的 非常特殊的方式 刚才我在请教郑阳恩老师的时候 因为他是出生自 普林斯顿大学的神学院 我们知道普林斯顿大学 一个高等研究所 他跟我说 这就是犹太人捐献成一个 最好的研究机构 每年邀请几百个 一流学者到这研究机构 做研究 做分享 做报告 第一位叫爱因斯坦 非常有名 这就是犹太文明的最精致地方 我们台湾人 有没有那种想法呢 请容许我讲一个故事 我很快再请教郑老师 这个企业家王永庆先生 在史前 最后一次跟我对谈 他就问我一个问题而已 他说胡先生 他叫胡先生 我显 我们的长庚基金会 有一千多亿 几年前是一千多亿 现在应该至少一千五六百亿了 请问怎么用 我说很简单 你怎么不学洛克福勒勒卡内基 成立文教基金会 或是捐建学校 公园图书馆 他们都这样做 王永庆点头 可惜他到美国去 就不幸的过世 我不知道第二代 三代有没有想法 犹太人做了 台湾企业家 王永庆有这个想法 但是没有做 这杨恩教授也分享 你虽然是研究基督教文明 但是从犹太教到基督教文明 都有非常特殊的教学方式 来请分享 好 刚刚那个曾老师有提到 犹太宗教他从塔木德这样的一个 多元权势的这个传统 那基督教其实是延续犹太教的这个传统 所以有时候我们通称他叫做 Judae Christianity 犹太基督教这个传统 那基督教面对的是更现代的一个社会处境 那提到教育哲学 现代的父母也好老师也好要教导下一代 面对的是现代复杂多变的这个挑战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有趣的是 这样的一个教育哲学的传统 在面对新时代的时候 它就更呈现一个多元创新 那与时俱进的这样的特色 那举例子讲 现代议题的挑战 真的会让很多这个教育哲学的回应 必须因应之 那我们看到基督徒拿了一本圣经 可能就对现代议题会有不同的诠释 有些基督徒会说可以吃血 有的说不可以吃血 有的人支持 19世纪的时候还支持奴隶制度 那反对奴隶制度当然也有 有的人认为基督徒应该要参政 有的人认为不要去碰政治 反战支持战争 那更不用谈现代更有挑战性 争议性的许多议题 包括伦理的议题 离婚 安乐死 堕胎 遗传基因工程 同婚 废死这些议题 都可以搬出经典圣经 来做不同的解释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就牵涉到 在教育的哲学的一个诠释的过程 我想今天可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 稍微做一点的分享 那从犹太教后期到 耶稣出现 创建基督教的这个过程 包括新旧约中间有这个两约时代 在这个过程当中大概我们可以看到 犹太人留下来的诠释经典有三派 那一派就是这个拉比的这一派 拉比的这一派 他刚刚曾老师介绍了这个塔木德的特色就是 他完全是以经典为中心 所以用经典为中心诠释的时候 他们就会得出这么多这个汇编 就是历世历代不同的这些拉比们 他们解释的这些诠释把它汇集起来 光这样一套里面就已经有多元性了 那第二派是当时候离开犹太的正统 跑到这个旷野地区去的一个团体 叫做昆南团体 这个团体非常有名 就是后来他们有留下了那个所谓的十海古卷 这个昆南团体它的解释经典的方法又不太一样 他们是以自己的处境为中心去解释经文 有点像我们现在讲的用读者做中心在诠释的方式 我现在作为一个阅读者 我的处境产生的问题让我去理解经典这样子 那第三派呢 这边看到这就是当时候的这个十海古卷 那第三派就是犹太人流亡到外地 那特别非常有名在埃及的地区 就是在亚历三大这个当时候地中海最重要的文化中心 亚历三大当时候有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 有犹太教 基督教 希腊哲学的这些各派的哲学家 汇聚在那边是一个学术文化中心 那犹太教去到这个地方呢 受到这个埃及的传统宗教的影响 特别里面很强的这个神秘主义的影响 所以又跑出了第三派的圣经解释的方法 这一派就有点像是一种灵异解经的方法 他把经文解释成为一种离开这个世界 带有末世未到的神秘主义的这样的诠释 所以你看到这三派 一派是以经典为中心的拉比派 一派是以处境为中心的昆南团体派 然后到了埃及还有亚历三大派 所以经典的诠释我觉得从在耶稣之前 我们就已经看到 他是随着所处的文化的实况跟处境 来影响对经典的解释 那这样的解释当然 就会带出一种多元的丰富的诠释的可能 这个意义的产生在于阅读 那这个阅读呢 常常是在于读者本身的social location 他所属的社会位置在哪里 那因此就开创了这样一个 很丰富的多元诠释 我想这个应该是可以解释今天为什么 同样一个宗教传统 读了同一本圣经 却好像有很多元很丰富的解释出来 所以经典的诠释我觉得从 在耶稣之前我们就已经看到 他是随着所处的文化的实况跟处境 来影响对经典的解释 那这样的解释当然 就会带出一种多元的丰富的诠释的可能 这个意义的产生在于阅读 那这个阅读呢 常常是在于读者本身的social location 他所属的社会位置在哪里 那因此就开创了这样一个很丰富的多元诠释 我想这个应该是可以解释今天为什么 同样一个宗教传统 读了同一本圣经 却好像有很多元很丰富的解释出来 今天是中秋节 我希望大家在美弘佳节背世纪的时候 来思考教育方式 但是我们特别以基督教跟犹太教的 特殊的教育方式 来做一个界面 做一个传承 也就是犹太教育的千年传承 其实教育如果它最大的功能 就是我要引用这个妈 这个家人的说法 就是建立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信心 这是我做这个节目的最重要重点 不只信心 三个核心价值 信心就产生希望 产生爱心 信望爱 这才是人性的永恒价值 去年10月31号 我在这个节目做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500周年 我相信全华 至少我所知的华语只有这节目做 华文的 我收到非常多的观众 反映说原来马丁路德 对人类文明开创那么重大的影响 定是要做这种事情 第二我今天非常荣幸 不管曾中生教授跟郑阳教授 事实上都是我爸爸的学生 我爸也在台湾审学院任教过 但其实他们都已经 比我爸爸的学问 学养了超过好几倍 为什么 郑教授在德国汉堡德大学 做最好的西柏来文的文明的训练 那郑阳教授也出身 在普林斯顿大学审学院 他们都做最好的审学训练 但是他们爱台湾 回到台湾 建立他们的认同 这种话特别肯定两位 也因为他们的学养 台大也邀请他们到台大 开授通识课程 在有那个时候 我在台大的时候 很难想象 会有犹太教跟基督教文明的开授 这要感谢了黄敬杰教授 他做一个非常好的 他也是那时候台大一个 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做的工作 这个非常好 Martin Buber 这我们所熟知一位 三个世纪一位最伟大的 犹太教的神学家 我读到他一本书叫做 就叫犹太教 他里面有个故事 我一看就很有所感 永远记得 他小时候差不多 启蒙他五六岁 就读那些塔莫德 他们的经典 那里面有一段话说 救世主在哪里 弥赛亚在哪里 他里面说 救世主在罗马城的城门口 他在等你 而且他还是一个麻风病患者 这Martin Buber 五六岁怎么懂呢 他就拿这个经典去问他老师 老师 救世主不是从天而降吗 天兵天降 怎么救世主是一个麻风病患者 还弱势者 还在罗马城门口等我去救他呢 老师说 孩子 你现在还小不懂 你长大就懂了 这典型的犹太教方式 我不会说对或不对 你思考 到我们这个年纪 就懂了嘛 什么叫救世主 你先去救别人 救世主就出现嘛 我想这个再简单不过 这跟人生经验有关 这是犹太教最好的一种 启蒙的结问的方式 当然我不要搬门弄斧 再请曾教授来分享 犹太教特殊的 结问论辩方式 当然 我想起一本书叫 父亲的施乐园 描述在 就是伊拉克北边的库德人 那边有一个犹太人的聚落 已经三千年 他们讲的是亚兰语 三千年 耶稣塞亚兰语 他说他们逃难的时候 第一件事就抱着犹太经典炮 犹太人逃难 带着他们的经典 换做那才他们的 安身立命之所在 而不是一个房子 而不是豪宅 或者是钱财 来 郑老师请你分享 好 刚刚提到教育的议题 我想再回到 刚刚稍微提到 哈佛如他的 这个 这个同伴 或者是伙伴的关系 因为我们今天来讲 都是一对一 讨论 一问一答的这种方式 那这个是在 现在以色列的教育里面 或者犹太人教育里面 也是非常的通行 那不过这样的 刚刚也提到过 这样的一个想法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 学习方式 其实可以追溯到 这个经典 刚刚 中心兄你有提到过了 这个 在不断的 结问思考的当中 去加深对经典 或者对文化 或者对 生活的认识 那我们从这个 教育里面 你可以看得到说 这个 我们中文叫做 哈佛如塔里面 他强调的就是说 合作的学习 当两个人在一起 学习的一问一答 等于说 夹 补充 以补充 夹 那透过这种 分享或者说 这种讨论的方式 去学习 而且很重要是说 去学习尊重 不同的意见 那我想这是在 塔木的里面 让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那很有趣的是 最近 假如我们上网 或者说我们在 市面上可以看得到 这个介绍这个 哈佛如塔的 这个中文的书 或者翻译的书 还相当的多 那有兴趣的 观众呢 可以去上网 或者是去买来看这些 那不过当我们提到 这一个方法的时候呢 我想我们要 看到的就是 刚刚正阳老师 有提到过了 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 我们看到一部经典 还有不同的解释 那其实在 犹太的文化里面 或传统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比如说我们举 很重要的例子 就是18世纪中叶的时候 在犹太教里面 他们遇到启蒙 他们的启蒙运动 那其中一个很有名的就是 摩西曼德尔松 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浪漫乐派 菲利斯 巴特迪·蒙特尔松的那个阿公 那他就促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作为犹太人 但是面对我们的西方的启蒙运动挑战 那我们犹太教应该要怎么样 往那个方向走 那所以透过他带来的之后 我们所说的犹太教里面的启蒙运动 后来就带出了这个在犹太的教派里面 我们所说的开花或者善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也就是说在学校里面 在会堂里面 甚至参与到高等教育 一般大学里面 高中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犹太教育就是透过这种方式 面对他们的现代化的挑战之后 他们就引发出了不同的教派 那这边我想大概让我们的观众 大概看一下就是说 这张图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假如说我们从49世纪 往上我们看20世纪到21世纪里面来看的话 早期里面我们都看到的是 拉比犹太教 那到了孟德尔松 刚刚我们提到过了 促成了这一个 我们所说的启蒙运动之后 后来就开始出现了 我们所说的改革派 那针对改革派 反对改革派的意见 就形成了正统派 那走在改革派和正统派之间 就有我们所说的保守派 那另外呢 我们还看到了就是说 在这正统派之外 保守派之外 又形成了重建派 那相对于这种宗教传统里面 我们看到习安主义 那这习安主义是19世纪末里面 这个Heltzer他所成立的 那这个习安主义呢 跟前面我们所说的这教派呢 不太一样 因为习安主义强调的是 政治上面的 也就是说建立一个犹太国家 那所以 透过这个图表 我们简单可以看得到说 后来的在18世纪 中叶以后的 甚至到19世纪以后 我们看到的 这习太教派的发展 其实是非常的多样 而这个呢 也影响他们解释经典 看这个世界 看他们的教育 甚至呢 看这个 性别议题 那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谈到 对很多观众朋友来说 如果你过去没有接触过 犹太教跟基督教的 他们的特殊教会 也许你听了会觉得 相当程度的监涉 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 非常有耐心的专心听 对观众一定有非常好的意图 因为我今天特别把 台湾神学研究院 两位大牌的神学家 以及在台大担任 通事课程的教授 来我们这节目来分享 我希望透过这种 公民教育来思考 我们教改 不要只集中于台湾问题而已 要从全球的观点 其他文明的观点 是为什么我在 特别要强调 介绍犹太文化 犹太历史 乃至犹太教育的 他们的为什么 他们这个民族 非常非常特殊 人口目前大概就是六七百万 但是为什么在全世界 不管人文教育 科学 音乐 艺术 包括电影 都有举出行动 跟他们的教育方式 有非常特殊的关系 我们应该有所学习 这杨教授 我们知道读一本经典 必然牵涉到文本 作者跟读者三角关系 那么你的研究是 他们这三者怎么互动 来 请分享 好 刚刚前面提到的 就是说 经典的权势 会受到那个时代 在地 时空下的 那个已经存在的一个 文化权势的体系的影响 那这个过程 有时候我们把它称作是 整合 然后又汇通 转化 然后再创新的过程 换句话说 它会受到外面的 解释方法影响 但是到后来 犹太教就把它犹太化 基督教就把它基督教化 它会有一个 汇通转化的过程 那我们刚刚提到 像在埃及有这个亚利三大学派 其实在北边的这个 北边的这个安提阿 有另外一个学派 那这两个学派就是 基督教最早的两大权势的学派 一个带有神秘主义的倾向 另外一个带有这种伦理学的 实践的倾向 它两个 一个是历史性的 一个是比较神秘性的 那这两个学派呢 都是属于所谓的东方教会 那很有趣的是后来 基督教的政治的力量 是以罗马为中心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三角关系里面 你看到后来基督教的正统 偏向是西方的这个 拉丁的系统 那反而东方的希腊的系统 慢慢就衰微了 那今天在这个世界上 还存在东正教跟天主教 这两大传统 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当初 就是这种经典诠释的不同 所产生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那这样的体系 如果我们沿着基督教 两千年的历史这样发展下来的话 刚刚钟心兄提到了两位 都跟历史有关的人物 一个是马丁路德 一个是马丁布伯 犹代哲学家 我们如果把他们做连结的话 你就马上想到 马丁路德他活在16世纪宗教改革 他其实是 也在这些不同的权势学派当中 去找到他自己选择的一个模式 他其实是比较偏向安提亚学派的 就是以伦理 以经文的权势为主 那马丁布伯呢 他活在现代 他受到的是存在主义的影响 所以他背后有一个存在主义的 的权势的思维影响 他对经典的解释 所以我想第一个重点就是说 不管在某一个时空之下 你就会受到在地的新的 这种潮流思想的影响 可是作为权势者 总会试着把它做转化 整合 汇通 最后再创新 成为一套新的权势方法 这大概是这个历史过程 那刚刚提到权势 有这三个很重要的要素 在这边我们看到有 有作者的中心 有这个经文中心 还有读者中心 这三个最重要的要素 作者的中心就是说 诠释的时候 试着想要去了解说 写作的人 他原来的想法是什么 这封信可能是摩西写的 这封书信可能是保罗写的 那保罗他的想法是什么 试着要去找到 那个作者的原意这样子 原来的意思 那对有一些基要派的 基要主义者来讲 他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 作者就是上帝 作者就是神明 所以这个经文呢 就绝对是不会有错误的 所以这个作者中心本身 就有一种想要去找到 原来的意思的 这样的想法 那经文中心呢 则是到近代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以后 特别受到文学理论影响下 强调经文中心 这样的一个诠释 就是说经文已经存在了 那作者已经死了 我们不必去管作者 我们直接就文本本身 试着来做一个诠释 这样的一种文本诠释的方法 也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 那最后一个方法是 读者为中心的 那是比较近代的方法 那读者中心主要 他采取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一种主观的理解的概念 今天不管这个客观的经文 他的意义是什么 我作为一个读者 我主观的领受才是最重要的 他对我到底产生了哪一种 哪一种冲击 对我产生了哪一种的意义 那所以读者为中心的诠释方法 他可能就是会最多元 光谱也会最广的 那试着想要去找原意的学者呢 那当然就是努力要找到 最好的解释方法 那这变成光谱的两极 那今天我们很清楚看到 在犹太教传统 在基督教传统 因为这样的一种的 不同的解释的方法 不同的强调的方法 他就呈现了多元诠释的传统 我几天前在一个电视的专访 看到这个美国股神巴菲特 接受记者专访 他说他每天要读一本书 而且这本书至少六七百页 甚至一千页 我想说一千页要翻都翻不完 他读书很快 比如这本书 这本书也差不多八百页 这本书犹太人 他每天就把他重点抓出来 对啊 读书不是从第一个字 到第二个字 是怎么抓住那个理念 就是巴菲特 为什么他能够不断创新 他每天读一本书 他也从外面接受新知识 我终于误出道理 一个人如果拒绝学习 refuse to learn 他就没有信心 书本很重要 广播广结善很重要 人际关系都很重要 我希望透过这节目 很多人听第一次听犹太教的教育方式 一定非常陌生 未必完全懂 但是你心领神会 一里贴万里通 这为什么我透过两位大师来介绍基督教 跟犹太教他们的特殊教育方式 信心是不动摇 确定完全的决心 他使人有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如果约翰·加尔文在五百年前这样说 我也不过是五百年后照他说的做 透过阅读经典 透过向老师请教 透过收看电视新闻大解读的人文教育节目 公民教育 培养信心 希望 爱心 犹太文明 犹太人是不断逃难的 有所谓的Diaspora 就是流放 但他每到一个地方 他有他的经典为本 有点类似中国文明说体用之说 他有他的体 他有他的用 他会应用不断的弹性的处理 于是犹太文明的不断的进化 不断的适应各种现代化的状况 是不是请曾教授来解析 他们怎么把传统跟现代 能够不断的谋合作弹性处理 不失其体 但是又不断的应用呢 请 好 谢谢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过 就是说在摩西孟德松 在18世纪的中叶之后 他所遇到了这个 我们所说的犹太里面的 或者犹太团体里面的 那个启蒙主义之后 那我们看到在19世纪之后 就出现了这个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不同的交派 那刚刚郑阳老师里面有提到 包括这个读者中心 经文中心 或者说那个是作者中心里面 那假如把这样的一个了解的模式 把它套用在这边的话 那我们就看见那个光谱 也是因为这样子产生出来 那我现在就是大概简单介绍一下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犹太社会到底怎么样看女性 然后女性的地位应该是在社会里面 是怎么样子的位置呢 那比如说拉比的传统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很重要的是说 犹太社会里面的女性应该是 她要在家里面教育孩子 她要照顾家庭 那应该是私领域里面 所以是我们可以看到拉比的 犹太教的传统里面 像这边烤这个哈辣面包 还有再来安息日的时候点蜡烛 也就是说女性就被限制在这样 这个我们所说的私领域里面 那男性呢就是公共的领域里面 那好 那这是我们看到这是犹太传统的 或者拉比犹太教的传统了解 但是呢 刚刚我们也看到遇到了 启蒙主义之后 或者现代化 现代的冲击之后呢 我们就会看得到 女性的角色到底会是什么 传统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只有是男性有成年礼 这个叫巴蜘蛛 那但是呢 女性能不能有成年礼 那这样的一个世界上 犹太历史里面 第一位女性成年礼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是1922年里面 才出现 那这一个呢 是从这一个 从这一个 犹太教派里面我们看到 就是所谓的重建派里面出现的 那这也是重建派的那个 叫做卡普兰的拉比呢 他让他的女儿 到了12岁的时候成年礼 那所以整个 犹太 数千年的历史里面 首先第一位女性成年礼呢 就是在1922年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呢 这个时代的演进呢 犹太的传统要怎么样子变更 怎么样重新诠释 怎么样子用这个礼仪 或者重新诠释来当中 去反省自己的传统 那这一个1922年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年 那很有趣的是说 犹太人里面认为说 在70岁以后呢 重新开始 这是你的一轮了 那所以82岁的时候 这一个 Judith卡普兰呢 他在82岁的时候 他再一次的 那时候是1992年 他再一次的 第二次的成年礼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真的是非常有趣 那所以这个 犹太历史上当中的第一位 女性的成年礼 那我想就是 与时俱进 在犹太传统里面 过去好像 没有发生的事情 但是依此类推 或者不断地辩论的一个结果 重新诠释经典 重新诠释传统 以至于 不仅是 男性有成年礼 女性也可以有成年礼 那我想这是 在1922年的时候 发生很有趣的事情 听到没有 这跟过去 总统府前秘书长张群先生说的 人生七十才开始 他生日我记得 我印象很深刻 我应该说 人生七十又开始 年龄是一个号码 进了赌场 每个号码都会赢 年纪的意思在 七十可以又开始 马拉底92岁 只要多少年 我当然等一下 也会请教同性问题 因为 比如说我遇过 李秀年副总统说 为什么他知道我独立 为什么叫History 为什么不能写Her Story 我说我尊重你 你可以讲Her Story 有牵涉到男女性别问题 比如说 英文里面的God 到底阴性阳性 那我看到现在 真正不休了 包括现在天主教当局 还不允许女性 充任神父 那当然还有 今天同性恋问题 包括在台湾 在美国一样 对同性恋 都各自拿着圣经 来做注释 等于下一轮 我们谈基本教育派的问题 好 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不是读经而已 是要从读经 找出诠释 找出它的意义 那请教郑阳教授 不管基督教 或犹太教 怎么从这个切入呢 请 其实经典的诠释就是一个阅读 产生意义的过程 那我等一下会稍微介绍一位阿根廷的学者 他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理论 但是我要提的是 这种在面对新时代的议题 那你必须回到经典重新去诠释 这个其实不只是经典宗教 在所有的世界大宗教都会发生的 我们如果举台湾做例子 这个佛教怎么看放生这个问题 这就会有很多不同的诠释 有的法师可能会认为不应该 有的会赞成 或者是女性的 可不可以担任这个领导者这样的角色 这在所有宗教里面都会发生的 所以等于说新的时代有新的问题 这个新的问题 是不是让我们愿意回到经文里面 去做新的诠释新的理解 这就是要提到的 就是说阅读产生意义的过程 那我要介绍的这位学者 是阿根廷的一位学者叫做 Croato 这位Croato这位学者 他写了这本很小的一本书 Biblical Hermeneutics 那在这本书里面 他就介绍了这个很有趣的一个过程 他说其实 我们在读一个文本的时候 不要忘了 这个文本原来是最原始 它不是一个文本 它是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在被观察到 被看到的时候 变成了一个记忆 这个记忆可能是口传的 可能是文字的 当这个事件变成一个口传或文字的记录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一个闭锁的过程 它被写出来就变得已经有一个角度的诠释了 这其实我们做新闻工作者 我们马上就可以理解这一件 到现场看到一件事情 不同的记者可能会做出不同的报道 每一个不同的报道 写出来的文本 其实就是对那个事件的一个闭锁的过程 可是当这个经文被一个读者阅读的时候 阅读者又把那个闭锁的又开了 开启了 所以开启的时候呢 他去读那个文本的时候 那个文本可能又回到原来那种 有立体的事件的那种现象会出现 那当然是牵涉到读者本身的背景 所以诠释学就做了三个很重要的近代的诠释学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说 基本上文本是最重要的 我们不能否认文本确实是最重要的 但第二个 阅读者一定有一个预先的了解 我还没有来读这个文本以前 我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样背景的人 这个先期的一个背景了解 会影响我怎么去读它这样子 那第三个诠释学的原则就是说 阅读有可能扩大经文原来的意义 所以作者本来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诠释在这里 但是读者可以扩大扩充它的意义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时候 阅读就变成是必所在开放 必所在开放 必所在开放的过程 那今天这个现代的学者 因为我们带着新的问题 新的理解 进入到经文里面 我们得出来的rereading 再阅读 就会产生新的意义出来 那就会跟过去传统的想法会不太一样 我想这一点 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要怎么样重新去把经典 跟这个时代做磨合也好 融合也好 或是调试也好 非常重要 好 最后问题我要请教两位 基本教育派 每个宗教 每个国民都有基本教育派 哪怕比较世俗成本 比如说我最近研究这个 木墨维新的日本历史 在那个哪怕名字这种成立 还有一个叫做神丰莲 在就今天那个九州这个雄本的神丰莲 他起来造反 他要朗仪 世俗成本就有 那更不用说传统宗教了 我完全同意刚刚放生 我看最近有一位佛教的比丘尼 师父 他拿矿泉水放生 我觉得非常好 这完全合乎那个生态 因为有时候放生的确造成很多问题 我觉得用矿泉水放生非常好 有何不可呢 我觉得这是最有利的 对佛经的诠释 今天最严重的就是同性恋问题 哪怕在台湾的基督教内部 都产生很大的震怒 我们能不能用同性恋 做个例子 到底基督教圣经怎么看他 我也不预设立场了 我要请教一位 研究犹太教育的基督教人 我们就以同性恋这例子 那么基本教育派怎么看他呢 那我们要怎么来面对呢 是不是先请郑教授来解析 再请郑教授 那我想在 我刚刚 现在我们争论的这个同性议题的 我想我可以做一个类比 就是女性好了 那我刚好这边有个例子 可以让我们大家 各位观众可以大概体会一下 假如我们把 现在我们所讨论的同性议题 把它拉回一个世纪之前 我们看到的是女性 宗教怎么样看待女性 那我就用这个犹太教里面来看的话 我们会看到 在犹太教里面 他们一直认为说 女性是不能当任这个拉比的角色 那但是呢很有趣的 像这张图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德国的女生 或者女性 在1935年的时候 居然他透过他的论文 他是一个教师 但是后来他 讲调说 他想要做一个女拉比 然后他就写了一个论文 那很有趣的是 他1935年的时候 居然有他的拉比老师呢 设立他成为一个女拉比 他的论文后来 在1999年的时候 他过世之后发表出来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看见 假如我们把它太换成说 现在我们看了 同性恋者的议题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到类似这样 那每个时代里面都在变 那所以与时寄进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是我们所说的改革派里面 他们认为说 后来接纳了 所以女性可以成为这个拉比 那但是呢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呢 其他的呢 其他的教派是怎么样看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女性拉比呢 把它想成说 我们对同性议题的看法 那在美国的社会里面 我们看到了 1972年 这个改革派 第一个女性的拉比 叫做Prison 然后重建派呢 1974年 第一个女性的拉比 然后保守派呢 1985年 才第一位女拉比 然后正统派呢 2009年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说 这个教派的不同的光谱呢 他们接受这个女性作为拉比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是 不一样的 那假如用我们看到 同性的议题里面 你可以看到 在犹太教里面 正统派当然就比照这个 他最早接纳 甚至呢 就是同性恋者 也可以作为拉比 现在犹太教已经接受 改革派里面 但是我请教 犹太教有同意 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吗 在改革派里面 是这样子接纳 但是相对的 像我们看到正统派里面 就是还在挣扎 还在忧郁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犹太教里面 有这样的光谱 那这个在基督教里面 我想也是类似 任何宗教 如果他在他的正统群世 以外不做弹性处理的话 最后恐怕变成木乃伊一样 我可以理解了 但是同性恋问题是 在台湾也非常争论性 非常大 也是目前我知道 哪怕在长老教会界 内部就有很大的争论 我看到在南部的教会 还看广告说 蔡总统如果你通过的话 你票就没有了 这个是还在那个头版头条 那个头版的广告 那这叫做怎么看 基督派的反扑 我不能说反扑他们捍位 应该都捍位 对 是 对基督派 基督派来讲 这个家庭里面的伦理 特别跟每个自身相关的 包括堕胎 包括离婚 包括同性恋的议题 同志族群的议题 他觉得这就是牵涉到 那个性的伦理的问题 所以他觉得这是 最后的一道防线 一定要捍卫住 那在基督教里面 其实那个光谱也是 大概二十世纪到现在 二十世纪中叶到现在 已经就形成了 那比较开放的 比较自由派的 还有包括福音派里面的 自由派的 他们都会 已经是接纳 同性婚姻 那甚至 也认为 教会应该要为他们祝福 接纳他们的 的这种可能性 这样子 那基督派 跟福音派里面 比较保守的 那当然是 觉得圣经里面 有一些经文是 告诉他们 这是不对的 甚至主张同性恋是罪 所以他 当然是反对 所以这个光谱是 大概这三十多年来 一直都存在 这样子 这样好了 因为 我非常了解 在台湾有不同的基督教教派 但是对同性恋 竟然有不同的诠释 应该说 做非常极端化 一种是引用圣经 绝对是反对到底 有一种也是用圣经说 应该合法化 我想下一次 我们就邀请两位 再做一讲 我们做一讲 犹太教 基督教 怎么看同性恋 这个议题 乃至合法化问题 或婚姻问题 这是大灾问 因为这很多在 欧美的很多国家发生的 可以做参考 我们做下一讲 我今天所谈的 是 这是史丹佛新任校长拉文说的 他是一位脑神经科学专家 他说广博的通财教育 就是对我们的公民 学生最好的准备 我这个节目 就完全遵守这个规则 我们是一种人文通识教育 我们谈教育改革 谈教育方式 永远不要忘了 犹太人的千年传承 至少三千年传承 他们确立了 他们今天在科技业 在基农业 包括艺术 电影业 执世界之牛 跟他们的先进的教育 是有很重大的关系的 千年传承有很重大的关系的 最后我介绍一本 每日一书 这本书 哪怕在 君士坦丁堡 今天叫伊斯坦堡 在以前叫拜占庭 也有犹太人在里面 所以我们做了好几讲 介绍这个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或伊斯坦堡 现在称呼 其实拜占庭的故事 东正教故事 我特别用这本书来做延伸阅读之用 里面有非常多的不同文明 它的容纳 这是一个伟大的文明 这本书相当奇特 组合的文类 却值得肯定 现代与过去时空 穿越交杂 主题严肃缺又轻松 轻盈带有分量 以前类似的作品 可能在历史之事 都过于轻薄短小时候 但是这本 幽灵帝国拜占庭 却提供一个非常好的 历史的教训 跟历史的叙述 这是陈大历史系教授 翁家森教授的讲评 我觉得非常好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 也从东正教 从拜占庭文明 来了解不同的文化 他们是相当包容性的 这点是值得肯定 感谢两位 我们下次大概在十页再来谈 基督教犹太教 怎么看同性恋呢 感谢两位 谢谢